董事长 今天美国印太司令阿基里洛 出席众议院军事委员会 讲的这些东西 是真的吗 2027是真的吗 不 我现在 我现在讲的 美中大战的结果 我个人认为 北京 中国必败 因为科技落差太大了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结论 结论可以这样定 但是美国有没有为台湾 要作战的决心 这个是一个问号 大问号 好 那第二个 就是这个 现在这个印太司令 阿基里洛 讲得很清楚嘛 他说现在中国军方 一直在演练模拟对台行动 他说他的例如 以模拟海上跟空中包围 封锁台湾 封锁台湾 这个是最有可能的想定 这个是最有可能的事情 空中海上封锁台湾 对 他现在有没有 空中跟海上封锁台湾的能力 我现在请问你 没有吗 当然有 一点问题还都没有 解放军在空中跟海上 封锁台湾的时候 我们的天然气只能撑11天 我们的台积电就挂了 我甚至于讲 不要说空中跟海上 他只要宣布 在一个礼拜以后要封锁 台湾经济就垮了 就那么简单 跑光光 台湾的钱 台湾的有钱人的钱 电脑一敲就出去了 现在不是二战以前 还要带个黄金 还要带个美金 再跑不用 电脑打一打 私人飞机坐就走光光 台湾就垮掉了 只要宣布对台封锁 这个台湾就完全是 一哀鸿遍野经济 股市再把它 调到围顶 最好第三个 那我们怎么样来解决 反封锁 反空中封锁 反海上空锁 那怎么办呢 我们自己本身要想办法的事情 就是今天立法院的 质询的关键 就是陈永康将军 讲的是核心的问题 那现在陆军 完全没有概念 陆军没概念 海军 所以海军几个将领很优秀 陈永康是非常优秀的将领 那现在就是他要知道 他先谈一些基础的东西 但是在最后在决战的时候 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这个问题 他就是开始要封锁的时候 你有没有能力反封锁 你没有能力反封锁的话 你台湾就是 就是台湾投降 当然还有抗中保台 还有我们不是最近 要搞什么小的 巷战的直升 小的那种空中无人机吗 那真的会打巷战吗 我非常保留 那民众会留下来打吗 我就非常保留 真的打起来的时候 我认为跑光光了 所以我现在讲的 第四个问题很简单 那就是问题很严肃的面对嘛 就是说他什么时候 他会不会打台湾 会吗 早晚来的嘛 是假的 他早晚会打台湾嘛 然后第二点 你说他会不会 怕什么摧毁什么护国神山 把台积电干掉 他会不敢干台积电吗 他不怕吗 他当然不怕 他把香港都干掉 香港是他的金鸡母 他的二十三条 他一夜之间把你香港干得光光的 香港现在又被什么样子 他自己手上的财宝 他就把他宰了 他怕你台湾垮掉吗 他干嘛不怕你 对不对 他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们就把定性 他怎样 他是一个就是独裁 极权国家对不对 独裁跟极权国家 什么时候要动武 只要他被受到威胁的时候 他被挑战的时候 他一定动手嘛 就那么简单嘛 所以他早晚会打台湾 那打台湾的定义就是 当他被挑战 他被威胁他就动手 那这个时间点是他 问题跟我们什么关系 跟我们鸟关系都没有 我们不打他 他内部出问题的时候嘛 让我们现在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最近谈到中共经济的问题 中共经济的发展 我最近在做个预测嘛 那个样子是不是非常像 苏联解体前的德性嘛 对 如果今天中共的经济 面临的问题一路下滑 就面临到 到了苏联最后那个阶段的话 你说他会不会冒险 冒险性是非常可能性会存在的 所以他如果当一冒险开始的时候 我们哪里 我们哪里还在这边等2027吗 我都不认为是2027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不应该讲时间 应该要讲说在什么条件情况之下 他会攻打台湾 就是他内部出现极大的纷争 那个纷争的模型像什么模型 就是像苏联瓦解的前夕 他一定会跟你做最后的一个拼命的一搏 因为那是他的生死之争 好 董事长 最近看到俄乌战场出现新的变化 本来刚刚讲到的 俄罗斯开始进行总攻击 进行总攻击开始乌克兰有点区别 可是在识别的状况下开始无人机跑出来了 开始远程飞弹 刚刚讲到你距离边界的300公里 你在空中飞的A50 你的空中这个预警器 居然被一个飞的砰的就打掉了 怎么可能有这种能力 代表美国的势力进来了 你当时就讲 这是因为美国总统大选开始 美国总统大选开始 拜登一定要去弄业绩 看起来真的是这个样子了 到今天为止你看到 因为这个俄罗斯最近在地面的推进上面 取得不少的斩获 对 就不少的地面 它的地面 它的工程掠地 有些打下好几个城市 那主要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就是乌克兰的本身的 这个战力的 弹药不足 弹药不足的原因是什么东西 因为美国的推迟 美国在弹药火力方面 后面的资源的推迟 造成了乌克兰战力不足 还有当然这个情况 未来会有很大的转变 因为F-16的战机的训练的 这个部队已经完成了 要进来了 即将在今年的冬天 就会进入战场 这是新的局面 F-16如果上去的话 那打法会完全不一样 F-16要进到俄乌战场了 那当然就会这样 所以这个整个情况 实在在武器上面有些变化 但真正的关键在哪里 我看到一个整个情况 会不一样 因为欧洲的国家 对俄乌战场的态度 跟美国完全不一样 他们发现美国不可靠 所以要全部都靠自己 然后德国第一名的军火公司 就莱茵金属 就是鲍氏坦克的制造工厂 鲍氏坦克 鲍氏坦克制造工厂 他们现在已经投资 军火生产工厂 在乌克兰投资军火生产工厂 本来蓝银金属是在波兰 现在往前推进到了乌克兰了 乌克兰设厂供应 炮弹供应所有的后备 然后这个时候乌克兰已经 未来会变成全世界最大的 无人机制造国家 他们今年从开始 未来一年当中 要生产两百万辆的 两百万架的 攻击式无人机 然后长城攻击式无人机 所以他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你刚刚看到那些所谓的 油库被炸掉 油库被炸掉 你知道是全面性的 他不是只有这边 他们发现一个 因为俄罗斯大概投入了 全部的兵力在俄乌战场 所以在俄罗斯境内的防空 的守备力量非常脆弱 所以居然能够让他的无人机 能够攻到一千公里以外 然后最近的长户在哪 你知道吗 在圣彼得堡的油库 通通被炸 圣彼得堡 通通被炸 那是普丁的起家处 那个就是因为跟芬兰 这些交界嘛 我最后讲的意思是说 在这个做新的 这无人机的作战方面 会改这个变成两百万架次的话 是不得了的一个数量 然后这个时候 而且乌克兰本身 全部有将近有 将近有一百多家公司 乌克兰公司 自己在做生产制造的工作 然后还有一个你看到的 最近普丁当选之后 第一个要去哪个国家 去哪里 去中国大陆 去拜访习近平 对 那我一想要知道嘛 他要求什么东西呢 要钱 要钱 不是钱 他不要钱 炮弹 他要的炮弹 要的是军火的支援 当然就无人机嘛 因为中国大陆无人机 目前是全世界第一名 目前来讲 全世界第一名的无人机制造工厂 是在中国大陆嘛 所以双方会有一场新式的作战的情况开始 但因为这个情况之后 你知道吗 他把油库炸了 所以目前什么情况 俄罗斯开始减少出口汽油跟原油 跟天然气 有这么严重 他的汽油的价钱 目前国内汽油售价开始提升 整个汽油生产量降低百分之二十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炸那个油库 炸那个炼油厂 对俄罗斯已经造成伤害了 当然他从心理上跟实质上财务上造成伤害 尤其在俄罗斯的老百姓 还是目前非常极端的支持 补定情况之下 他现在汽油不够了 汽油涨价了 他整个减量百分之二十 所以这是很明 虽然没有承认这个事情 但是从汽油涨价的市值来看的话 就知道油库的损失 已经到了相当数量的损失 这些通通都是因为 他的防空能力在衰退 这边乌克兰这边的 的乌人机的空中攻击力量增加的时候 导致最后的结果 因此这个全面性的作战 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 总统长 立法院变天了 刚刚讲的寒天饮冰水冷暖自治 现在谁最感受最强烈 民进党感受最强烈 所以民进党刚刚讲的 昨天赖清德就讲了 民进党现在在国会 已经不是多数党 不能再有多数党的心态 要积极回应重大议题 他们已经感觉时不我语了 错了 只有赖清德总统当选人 感受到这个现实 而且他也感受到了这个 韩国语的一定程度的善意 所以他做这个发言 你知道这个发言 他是回答吴思尧的抱怨 吴思尧 吴思尧什么抱怨你知道吗 吴思尧又说什么了 吴思尧说报告主席 报告这个中常会 你知道吗 现在的国民党是由鹰派主导啦 不得了啦 吓死了 你认为现在是国民党鹰派有主导吗 当然没有啊 我看这鹰洞 鹰洞而已嘛 也是你们听的人在唱唱啊 还是国民党 还是民进党的嚣张啊 对不对 哪有什么国民党主导 国民党是正常表现而已嘛 讲白一句话 所以他不习惯 我请问你 吴思尧跑到这个 卫福委员会去踢馆这个事情 你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吗 当然不对啊 他不对的事情 他把部队的事情然后被这个陈玉珍雄暴 雄暴之后 他这个把陈玉珍的这个 这个反击保护措施 他解释成被攻击 他解释成鹰派抬头 对 这种是非颠倒的概念 就是过去八年 他们多嚣张你就知道 而嚣张的八年 搞到了今天的民进党贪污腐败 八年一败涂地的八年 然后丢掉了 差点丢掉 丢掉地方政权 差点丢掉中央政权 这种民进党不知道检讨 但只有一个人感受到了 当你就是赖清德 他很现实嘛 所以说就符合台语讲这句话 要摆某种配顾啦 这个另外讲一个更现实的事情 你要知道 今天的这些立法 民进党立法委员的表现 这些零零 我们不要再重复了 整个表现情况之下 会变成什么情况 变成朝野对决嘛 朝野对抗嘛 打架吵闹不提嘛 那这个复合赖清德的执政利益吗 不复合吗 当然不复合 我今天要当总统 我要开一个新局 我当然要是 这个朝野要合作嘛 朝野你立法院每天打架的话 我政策怎么推啊 也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多数政党 就像过去八年一样 我爱怎样就怎样 可是我现在看起来是少数 我少数再打下去 我什么都不用做了 过去八年爱怎样要怎样 也是不对的 因为碰到的一个蔡英文总统 泰沃囊造就了这些的 奇怪而倒退的现象嘛 过去八年的落后 就是你刚刚讲的 爱怎样就怎样 变成一个绝对的权力 绝对的腐败 所以才培养出像邱益 你只有出来 那我不提个人 结果就是国家倒退 国家落后嘛 很简单嘛 那今天赖清德 要振臂起衰的话 他要怎么办 他一定要跟朝野合作啊 结果你们这些人再继续闹 继续吵 继续打 蓝绿对决 那这个怎么办 最后谁买单 赖清德买单啊 所以完全不符合赖清德利益 你知道吗 所以不管我的好朋友 庄越雄 你搞什么 你这样搞的结果 我都开始怀疑 这是不是鹰派阴谋啊 对啊 鹰派阴谋 因为这个都不符 我刚才再重复一点 在立法院的动乱 是完全破坏了赖清德 未来希望 开出一个新的局面 开始把国家 再往这个进步的方向推动 然后这样子搞的话 赖清德怎么推政策 赖清德任何政策推进去 变成一个情绪化反应嘛 被大家蓝绿对决嘛 所以变成只复合 只是让柯建民这种 有野心 有居心不良的家伙得逞而已啊 所以这些人搞的结果 我再重复一点 完全不符合赖清德总统 要开创新局的大方向跟大政策 不能相信蓝白盒是假的 黄国昌这个动作去参加 侯友宜的这个新北行动治理座谈会 这个不容易啊 为什么你知道 你知道座谈会对象是谁吗 里长啊 全部是里长 所以侯友宜不容易啊 侯友宜愿意让他来啊 这个是这个对国民党的立委非常不公平啊 因为里长就是最重要的跳下咖啰 对啊 他是每一个乡镇 每一个他29乡镇 一个乡镇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办 然后侯友宜的方式就是 他不跟你中间那些有的没有的沟通 就直接跟里长桥 侯友宜的个性你也知道嘛 里长有要求你带出来讲 我做不到我给你赌钱没关系 那你如果输了我给你赌钱 他就很简单 直接缩短跟基层的距离 这是他在新北自己的基本原则 所以他这个已经走到了板桥 走好几站了你知道吧 结果突然间黄霍昌能够进去 所以这代表侯友宜 他对这个未来的新北的人事的方面 他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你知道吗 因为很简单嘛 这样一搞的话我请问你 侯友宜卡在哪里 对 这在最少我要跟 一下整个里长都做会 人家都跑来了 人家都跑来说这个市长我能来吗 那侯友宜能跟他讲你不能来吗 那我是侯友宜的话 我就会把黄国昌要来这个事情 我通知其他的人一起来嘛 叶元智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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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不重要 就是欧家欧家 你为了叫有意愿的人做会来打拼嘛 不是很爱说做会打拼 那为什么你 就可以稀释他了 对你变成只有黄国昌 那这个你要知道一个选举多麻烦 新北市多大你知道吗 最大的票仓的板桥 就他居然能够让他进来啊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居然没反应 后来我暗中私下听说某位立委的妈妈已经开始在瞧时间了 我就知道了 我不要讲谁啦 因为我 所以他这个就是第一颗石头丢出去 春江水卵鸭先知 后面的笨鸭 有跟上吗 跟进跟进跟进 通通来了嘛 你刚才我现在来点兵点将给你听嘛 现在国民党类就好不要谈别的 其实黄国昌一冲进去 黄国昌如果跟国民党合作选举的话 会不会胜选 会 百分之百胜选嘛 因为国民党派向都没效啦 第二个问题我问你 这个赖清德是不是一定要把新北市 德一定要把新北市 主要的一个战略堡垒 没错 他要连任 因为他连任一定要攻新北嘛 对 他排最强的强棒出来打嘛 打赢了之后 2028顺利打正 对不对 所以新北市战略据点嘛 所以你说2026新北最血腥 对 然后再来第二个 反过来看国民党 如果今天新北被国民党输掉的话 那我问你 侯友宜政治生命结束 没了 那朱立伦呢 也没了 也没了 两个 所以他们一定要赢 所以这个是战略要冲嘛 绝对不能让的一个重要据点嘛 他居然这个时候呢 最不起眼 最不可能当选的人叫黄国昌嘛 那其他多少人我算给你听 外面有传的有刘和然 有李世川 有洪梦凯 对不对 还有我前段时间有访问过那个 那个联盛文 联盛文也不错啊 我看他对不对 他有去新北 我算是四个啊 还有李洪元 对不对 那李洪元就五个啦 周期委也会来啊 周期委还要来 我就说给你听 那几大丁啦 几股 好像肉丁都没有嘴唇嘛 那这很简单一个关键人 我跟你讲 只有一个人能决定 侯友宜 侯友宜的态度 侯友宜给你下去 给你停下去喔 那就对了嘛 这个才是真正的关键人 就是侯友宜 所以他打掉 给侯友宜是对的嘛 难怪他要那边卑躬屈膝 不 这个你要选举的人 你就知道里长多重要 你要能够一次跟板桥市 所有的里长坐会 要拿名单 换名片 他一定巴不得把名片 应行动电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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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给我 你请给我 他不是说新北市有任何需要 请你尽量交给我 你这里里长谁能找我 那比重点 要站在那边 所以他这个东西是 你打开了一个 这个打开了一个潘朵拉的盒子 这个盒子开始开始 开始有很多很多的想象空间 这不是普通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 他怎么会心里面 还有想到柯文哲呢 那柯怎么办 柯在基隆 柯文哲今天去基隆 跟谢国良见面 他已经沦路到 他到基隆 他在 他在顾嫁人 他没在顾身体 而且之前讲过 他现在立院两大将 两双簧 现在几乎都没有看在柯文哲旁边了 我讲 黄珊珊想太多了 因为民进党不缺候选人 国民党缺候选人 新北市是国民党没有适当候选人 民进党在台北市 一头拉骨 一堆的 人不到黄珊珊 不可能吧 吴思尧会跟他好吗 吴思尧 不管你他会不会当选 他要选可不可以 要可以可以 那他选 还有王世坚要不要选 王世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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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王世坚 有可能 他60岁了 他能够不选吗 对 他不是 他是年龄到了 非选不可 对不对 当然思尧比较年轻 还可以等一下 但是我是说 意思是说 民进党有一头拉骨 然后呢 这个 而且这个地方 送这个蒋万安不好打 对不对 讲难听一点 就很容易挑到候选人出来 但新北的话 一定是赖清德 清点下去干